大家好我是萊恩 那現在我們人在大直 大直可以說是台北的天龍國之一喔 早期因為內科發展的關係 有非常多的科技業的人才也居住到了大直 現在在我身後的就是美福飯店 它可以說是除了文華東方以外 第二個很奢華的飯店 今天晚上就讓我們繼續看一下 到底客房長什麼樣子 Let's go 好現在我們來到飯店的內部囉 有沒有看到這個壁畫跟這個燈 還有這個走廊 看起來是不是在豪宅裡面有一種低調奢華的感覺 那我們今天入住的呢是七樓的就是行政客房 那他這邊的這邊樓層配置呢 2到9層呢 是一般的 就是飯店的使用 那10層以上呢 就是所謂的商辦 那現在呢就跟著我一起去看我們的客房 當什麼樣子吧 Go Go 你好歡迎觀禮 請進 然後一進來呢 就是有一個玄關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空間呢 是可以放行李箱啊 或者是你把你鞋子在這裡啊 我覺得空間都算是綽綽有餘 然後再進去看一下吧 在我身後啊 這個是更衣間 有沒有看到啊 這一面啊 整面的落地鏡 所以你可以照著全身 然後去換裝 裡面呢 有一些像 這個是浴袍 它算是毛巾布啊 但我個人呢還蠻喜歡這樣一個風格 帶點日式啊 然後有點奢華的樣子 下面這邊有些櫃子 我們來看一下裝些什麼東西 首先拉開第一個 裡面呢 是裝的兩套啊 有點像日式的這種浴衣 那這個目前我們用不上 然後另外一邊呢 我們拉開看 裡面是一個斜刷 然後跟這個洗衣袋 我們目前呢 也用不上 我們再把關上去 下面呢 把它拉出來 是一個斜拔跟插斜服務 這是斜拔呢 還整支啊 是用這種木頭做的質感 還算蠻不錯的喔 哈囉 歡迎來到浴室 你看這個挑高的設計 明亮的燈光 有沒有覺得 非常的高級 真的很大耶 就是我們 之前好像沒有在 那個飯店住過這麼大的浴室 對不對 還隔成兩個 地方 其實有啦 但是它沒有這麼浮誇 你可以看得到旁邊這邊啊 它是有點像是那種 這個很日式耶 日式的小芋桶有沒有 有點像是那個 我去澆溪泡的那種湯屋的感覺 是在交集的 然後我們就可以裝水 然後在那邊 沖那個沖身體啊 這邊還有 那個領域的蓮蓬頭 上面還有花灑 這個也是 我剛剛 我剛剛來的時候啊 我弄錯 我差點自己衝到自己 直接嚇一跳 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邊 我覺得這邊會讓人覺得 會想再浴室再多待一下 因為整個感覺就是很溫馨 浴缸旁邊呢 就是會有排排站的 這個 這個牌子不曉得是什麼 NOIR 如果知道的人 你可以告訴我們喔 這應該算是 高級的品牌啊 只不過我們不熟悉而已 對應該是 然後這邊反正就讓人覺得很溫馨就對了 好 接下來呢 你可以看到這個 你看這是台灣藍雀 對這應該是台灣藍雀 這很漂亮 然後這邊還有就是 介紹 介紹 是一個 The White Company 是一個 頂級的家居品牌 NOIR這個系列 他就是 White Company的 這個家居品牌的東西 然後他說 他裡面會有香氛 有助於紓緩身心 喔不錯喔 感覺等一下可以泡澡的時候 來試試看 我剛剛看這個時候啊 我覺得他很 細心的地方就是 你看這個打開的時候 你不會很難開 你就是這樣子推 就有了 而且他整個 設計的風格啊 很像是 那種新娘秘書啊 在幫你化妝 然後那個彩妝盒打開的感覺 對對對 而且你看他這樣子拼起來 是一幅畫 真的嗎 我自己看 這樣拼起來是一幅畫 真的好用心喔 對啊 你看這樣子 就缺了一個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有漱口水 其實 就我們個人 做我們的個人經驗啊 不是每間飯店都會有漱口水對不對 比例上算少的 對比例上算少 因為這個東西成本也算蠻高的 對 然後接下來可以看到這邊有這個 剛在那個看電視的時候啊 我想說 音樂然後把他打開 你打開之後 你就會發現 你這邊就有環繞影像 上面會跟著同步 對 可是這時候我就會想說 那螢幕呢 就是很想要有螢幕 你知道嗎 如果說 如果說 他的那個鏡 我突然想到 如果他那個鏡面 就是那個 鏡面就是直接是一個那個 那個電視 就是同步播放 喔你不會覺得很讚嗎 對不對 會不會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沒有發現 沒有沒有 我剛剛我剛按按的時候 他就只有聲音 他沒有螢幕 可是如果說今天按 按的時候 他其中的一片鏡子 全部都會變成 電視螢幕的話 對 那這樣我真的覺得就 很棒 好接下來這邊 這是跟等一下房間會呼應的那個梅花路 就是他的房間會有一些台灣的元素 像剛剛那個台灣藍圈的梅花路 都是台灣特有的物種 那這邊的話就是 明治馬桶 對 我們個人還蠻喜歡明治馬桶的 因為坐起來 熱熱的 不管是 冬天啊 也不怕 屁股坐了會早涼的 最後就是這個 他這個是放那個 抽吹風機的 但我覺得他做的蠻細緻的 就是你會看起來很像在手拿包 如果我不講啊 我會以為你真的帶一個手拿包出來 就是如果說他 怎麼講 不說是手拿包的話 他這個包包本身 我覺得也是蠻有質感 那看完廁所之後呢 我們走到啊 這邊算是辦公商務區 這個區域來講的話 我覺得有幾個蠻貼心的地方 你看這個桌子周圍啊 全部都是有收腳的 做一個圓弧形 所以小朋友在跑的時候啊 在跳的時候 撞到啊 比較不會 有尖角刺到受傷 這樣 然後這個桌子的腳啊 他有做一些加強的 有沒有看到 這邊四周呢 是有做加強的 所以呢 你放重物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 坍塌的問題 桌面呢 這邊都是做皮革製的 所以摸起來啊 很有質感 你看啊這個電視啊 大概是 55到60吋左右 下方呢 還有 附揚聲器 就是一整排的 所以不管啊你是在聽音樂啊 或者是看比較刺激的電影啊 他那個聲光效果啊 都還蠻不錯的 我來帶你們看冰箱有什麼東西吧 好 我們來打開一下 據說啊這個mini bar裡面的東西啊 都是免費的 所以呢 這些東西啊 看到了都可以喝 好想喝喔 這個樹頂的 這個 一瓶也不便宜 好像要30塊還是40塊 但是這個是免費的啊 對啊免費的啊 然後裡面呢 還有台灣啤酒 然後跟這個是綠茶 一腿圓的綠茶 可樂啊 可樂 然後跟保礦力水德 這邊呢 還有兩瓶水 跟Sneakers 那這裡呢 餐盤啊 跟他的杯子啊 還有 膠囊咖啡 這個咖啡呢 是可以喝的 那這個呢 可不可以吃 我應該要再稍微問一下囉 現在我要變魔術了 有看到嗎 他這個沙蓮啊 整個是在關起來的 好 這個重墊呢 我確認過了 他是喜夢斯的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到 一樓 旁邊那間店呢 是喜夢斯專賣店 你可以看一下 現在大家躺在這裡啊 是一個小沙發 所以你有三五好友來的時候 也可以坐在這邊 然後吃點心啊 或者是 吃水果啊 也都滿OK的 安娜 今天晚上 就是你的睡覺 不要 我不要 不過啊 說真的 我們這一面啊 是對著停車場的 所以沒有什麼特別的景 唯一啊能看到的就是 美麗華的那個摩天輪 大概有三分之二座吧 這一點算是 啊 欣慰的點吧 來給你 你等一下看一下 好像你 對啊 要想要說 你看你這個外包裝啊 都做得好可愛喔 所以 很用心耶 那下一個呢 小拖鞋 小拖鞋 他上面啊是畫男生的 還是 剛剛因為 在check in的時候你沒有來 他不知道你是男生女生 所以他拿了一個男生的過來 會不會 沒關係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是 搓身體的 對然後他就會長大 只要泡水呢 他就會長大 這個好驚豔喔 他居然啊 附這麼大條的 洗頭髮跟沐浴乳 還有這個護膚乳耶 然後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啊 真的很大一條耶 你賺到了真的 YES 美孚飯店在2016年開幕 剛開的那年算是大直 奢華飯店的標的 隔天2017年就拿下世界奢華飯店獎項 飯店幾乎所有設施都坐落在四樓 健身房雖然不大 但是舒適度和器材也算是可以 走之前別忘了洗三溫暖 戶外的泳池有個大的螢幕 晚上放戶外電影 也有小小孩可以玩的充氣泳池 空間感算是舒適 在湯椅上坐日光浴或喝個調酒 根本度假 我個人覺得啊 他的公社啊 像游泳池啊 或者是健身房啊 雖然都沒有到非常大 但是啊 裡面呢 算是蠻齊全的 然後東西啊 也算用料啊 還不錯 所以你們 如果住這邊的話 可以來這邊使用這些器材 我覺得還蠻划算的 好的那我們來做個總結吧 今天他入住美物飯店啊 整體 經驗都還蠻不錯的 然後加上啊 他們的外觀啊 跟裡面啊 都算是蠻輕奢華的 然後內部呢 很多細節啊 做得很到位 然後整體空間感啊 是做得比較高挑 然後比較寬廣的 唯一的缺點呢 就是他的房價呢 時常落在 含稅七千多 八千多 疫情的關係啊 有做一些折扣啦 大概什麼 5888的方案啊 或是其他方案 這樣 但今天呢 我入住的方案啊 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美福飯店啊 他們有推出啊 只要在美福飯店 他們旗下的東西啊 購買商品 單筆超過 4020元 再加 2020 的 再加一成 就是 就可以入住一晚啊 這個行政客房 所以我今天就是花了 222 來住一晚的 有些人就會講啦 你就住在台北 為什麼你還要花2000多塊 去住飯店呢 當然你可以不要住 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不同的 體驗跟經歷吧 那花2000多塊啊 帶家人出來 放鬆一下 體驗一下 這種不同風格的飯店啊 我覺得也算是蠻值得的 那 以後啊 他 漲回七八千的房價呢 我不見得會 花錢來住了 那剛好現在2000多塊不住 那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那也歡迎你們提供啊 一些你們口袋名單啊 或者是特殊的飯店 讓我們知道 也許呢 下次我們有機會 還可以住住看 那今天呢 整體體驗算是蠻不錯的 那你們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體驗看看 或住看看 那我是萊恩 我們下回見囉 拜拜 來 這個是豆腐 加兩塊豆腐在上面 比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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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見得去 你不怕 等一下 給你 等一下 為赤 快扁掉了 來看一下蘇在那 現在被捲成的 捲青蘇了 來 你可以偵脫嗎 我喜歡 我的屁股都可惡 我的屁股都可惡